萨姨 发生什么事情了 水水 我在收购老四家的果子 发现它里面有烂果子 我让它拿出来 它不肯 三姐 你怎么能这样告状呢 张老五一听这还得了 杨华将收购果子这么重要的私情叫的呢来做 就是因为信任 里面可不能铲杂坏的睡过 这样让他如何跟杨华交代 张老五过去 扒开果子一看 里面果然有烂的 老四 你们看见旁边的牌子上卸着 烂果子一律不要吗 你竟然还拿烂果子来烂鱼宠书 你的心箭直太黑了 这客死榜杨华手勾睡过 你这不是黑卡吗 张老四却不以为然 不就是几个烂果子吗 反正都是拿去炸果子的 有几个坏的 那也吃不出来 洋水水听了 也觉得太过分了 食品健康 必须要保证干干净净的 色教 你别太过分 吃烂果子要是被炸成果汁 吃了是会拉肚子的 到时候会影响到我们连市场的品质 要是吃下出了人命 我们公司可是要赔钱的 还不赶快把烂果子跳出来 否则 我就告诉我大哥 说以后再也不要你们家的果子 到时候 你就等着果子 全部烂在地里面去吧 老四吓了一跳 顿时开始服软 瞧出来就瞧出来 有什么留不起的 那么认真做什么 我们小时候全少吃的时候 吃了几个烂果子 不一样好好的 张老四一边抱怨 一边将烂果子挑了出来 里面已经没有烂果子 赶紧给我撑了吧 我还要等着回家吃饭呢 张秀开始撑了 羊水水却打断了他 等一下 我要亲自看看 我都把烂果子挑出来了 你还要怎么看啊 真是没完没了了 我保证 里面一个烂果子也没有 别看了 快点撑了吧 羊水水扒开矿里面的水果 竟然在里面找到了一块石头 羊水水拿起手头 对张老四说道 色教 你也太狡猾了 不是在水果里面掺杂烂果子 就是放石头来弄虚作假 增加重量 你简直太可恨了 四哥 你真是太过分了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哥哥 又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做 之前也有人这样 怎么没在你骂他们 我看你就是和我过不去 四哥 不管怎样 你都不能这样做 你要是还想埋果子 就把里面的石头全部拿出来 不然 我不给你撑了 三姨 我看还是算了吧 咱们不要他家的果子 以后都不收他们家的了 真是缺心眼 老四这下慌了 羊水水 你可不能这样做 我是您四众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说不收了就不收了 谁让你一点羞耻之心也没有 把你的水果拿走 你们给我等着 都是一家人 你们竟然这样无情 我这就回去找麻 一会儿 张老太文声来了 他插着腰骂道 你们凭什么不收我们家的水果 我们家的水果又大又甜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妈 四四哥他弄许作家 你个死没良心的 他可是你的亲哥哥 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行吗 都是自己人 怎么那么死板呢 赶紧把水果给我撑了 不然老娘我今天和你没完 妈 你不能这样不讲道理 明明是老子的错 是他在里面擦了烂水果 还放石头 闭嘴巴 我怎么生出你们两个缺心眼的东西 胳膊肘往外拐 外婆 你要是这样不讲道理的话 那往后别想从我妈拿里要一分钱 你们家的水果 我们坚决不收 你们就等着水果烂在地里面 张老太立马坐在地上哭着打滚 我的天爷啊 这小辈们一个个的欺负我老太婆 连这一条财路都要给我断了 这良心都给被狗吃了 太过分了 羊水水可不惯着他 外婆 你就尽管哭吧 你们要是不认错的话 我们说到做到 哼 张老四的妻子来了 得知以后不收他们家的水果 就开始着急了起来 老四妻子劝说张老太 那 你要为以后着想啊 要是他们家真的不收水果 咱们家就和老李家一样了 到时候水果每年只能烂在地里 一分钱也捞不着 还是认个错算了吧 哼 我不管 我不信他真的敢这样做 那我就去找杨华 找张真 看看他们要怎么对付我这个老太婆 老四媳妇剑劝说不行 就对丈夫说道 都是你搞出来的事情 让你去卖个水果 也能出这种事情 赶紧给水水他们道歉 老四也害怕 便道歉了 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会老老实实的 相信这次以后 他们家不敢再作假了 毕竟都是亲戚 羊水水也不想闹得太难看 好了 这次就放了你们 三爷 你给他们把水果撑了 张老太他们最后回家去了 杨水水看着五舅和三爷 他忠心的说道 五舅舅 三爷 多亏了有你们 你们的认真负责 我一定会告诉大哥 告诉我爸爸他们的 水水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与此同时 老四一家也回到家商量对策 那 这样下去我们家可咋办啊 杨水水这死丫头 老段我们财路 而且你两个孙子 还打电话回来要买球鞋 我哪里有钱啊 我从老三哪里要来钱的 不是全部给你们了吗 那拿到你们脸一双球鞋的钱 都拿不出来吗 那 我们那些钱不是给你孙子 娶媳妇用的吗 水水这死丫头在这里 我们都不能再去打老三的主意 不行我们就从村里的橘子树下手 妈 难道你有办法 你俩过来 我把主意告诉你们 晚上等全村人都睡着以后 之间橘子林出现两个人影 他们对每个橘子树都喷洒了不明液体 隔天洋水水和翠翠来到橘子林 远远的就听到五舅和舅妈正在和四舅在交谈 我说我爹 现在全部橘子树 都得了怪病 在不整治以下 整个村庄橘子树都要完蛋 老师 你可别瞎梦 要是这一大片过圆完蛋了 那么能他还用炼香杨华脚带 而且全村都靠橘子书 样甲狐扣呢 浩浩地过书 这么一夜只剑就带兵了 老五我可没有骗年 我在一本古书上见过此病 好像叫做全钱病 而且我还把药带来了 只要是用我的药 不除三天保证药到病床 老四 这药怎么卖 真的有你说的那么神奇 我这个药可是县里 爪痂给屁的效果好整 一瓶就可以配一模果园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 这些果树已经病入狗狱 我也不敢保证都有效果 老四 你就说多少钱吧 一瓶一百块钱没得商量 啥 一百块钱 我这一大片子果园生病的不下三十五 那可不得三千块钱啊 老五 一瓶就一百块钱 你们还舍不得 你们帮羊花收购水果 要连给你们的粉红 也不值这一点啊 如果不值那 你们就只能等着橘子树全部枯涩 到时候看你们拿什么给羊花招待 行 那么显卖十瓶私 如果销过后 我会统治全村的人 都来你这里购卖 听到此处老四嘴巴笑开了话 这下我们家要发财了 如果还是母亲的办法管用 这一下我们家将成为全村的叔父 这时羊水水赶忙跑过去阻止 五舅 怎么回事 我刚刚听见什么橘子树得了怪病 水水是这样的 随后五舅妈把橘子树的怪病的事情告诉了水水 水水看了一眼橘子树 一眼见看出了问题所在 五舅 别听四舅下忽悠 他这是在坑人 老四发现是羊水水后 气不打意出来 四舅舅你倒是说一说 我们这里的橘子树得了什么病 这个就是一种寒假的落叶病 在古时候也叫全钱病 用了我的要很快就能好 这不是落叶病 而是黑心病 这种病主要危害的是果实 上一世有着大学经验的羊水水 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 而且他还知道这件事一定有人在背后搞鬼 而且搞鬼的人一定和老四脱不了关系 五舅听到危害果实却慌了 叶子掉光他都不怕 果实要是掉光可是要了全村的命 水水 这可咋办啊 果树可是全村的人的希望啊 爸 那你不要担心 水水这么厉害一定有办法呢 五舅妈 目前这种黑心病还处于出发阶段 我刚才在家里刚好熬制了一种药剂 你按照我说的方法 稀释后喷酒这些果树 不仅能要到病除 还能防止果树被蚊虫啃咬 谁谁 随便弄个破罐子就说要到病除 我可是转业的业绩收学毕业的 四舅舅 竟然如此 那不如我们来比比谁的药更有效果咋样 别住别难道我害怕了你不成 随后五舅请来村民见证和村长来当做见证 俩人分别用自己的药喷了半亩果树 四舅舅 三天后如果你的药 哪怕能治好这半亩地的一棵橘子树 我就把收购水果的大刃交给你 如果你的药没有效果 你以后就不能再找五舅和三亿他们家的麻烦 村长 你们大家可都听见了 到时候帮我作证 以防水水反悔不认账 请大家三天后来看一看我们的效果 回到五舅家里 杨水水将三爷也喊了过来 三爷 五舅 我怀疑这件事情 一定是四舅舅他们搞的鬼 我也感觉很奇怪 橘子树怎么会突然得了怪病呢 水水你这样一舍 还真相那么回思 要不然老司这么会拿出治疗过书的腰 这个黑形干得完一 那现在就去造他问问 五舅 你少安勿造 这件事也不算是话畜 你们听我说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